1951年6月23日 试飞员乔治邓肯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F9F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导号航母的甲板上 但突然吹过的腰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 战斗机被切成了两接陷入到一片活海当中 这样的架势 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 但幸运的是 由于处置及时乔治邓肯活了下来 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 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 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 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 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 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 比如1976年的中途导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 当然在后者当中 他临时克算了一下更为现代的F14熊猫 如今舰载机在拙箭时会推力全开 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 顶多是没有挂上拦住所后 再次从斜角甲板上付费了而已 造成损失的概率大降 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 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手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 没有付费的机会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 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四条 甚至是三条拦住所而言 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住所 但这就够了吗 显然不够啊 万一要是尾钩拖了呢 你再多的拦住所又有何用呢 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 于是在12条拦住所后面呢 还绷了5条拦住网 它长成这个样子 由上下两根钢拦住层 架设高度大约一米 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 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绳嘛 飞机撞上去呢 飞死机伤啊 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 而且对那种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 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 好万一就算这样 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 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 高约6米的祖山网了 它由上下两条水平的横锁 与竖条垂直的条带组成 目标只指整架飞机的机身 不过相比起将全部自动硬力 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住网而言 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 反而分散了硬力 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 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 并无钢篮 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 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会像前面的钢篮那样 可能划过机头且竟坐舱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哪怕是到了现在 航母已经有了斜脚甲板 和更加可靠的左舰系统 主三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 只用三分钟就能够架设好 还的确是救下了 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 这张照片有点意思 其中有两个细节 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 很多像这样的小孔 它们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呢 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 有点向下紧胁的斜坡 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 那么这张还够明显了吧 但是你又会发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 又找不到它们的身影了 所以它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 我是百科全书和全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先来说这些小孔 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了 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顶多算是一个小坑 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会联想到什么呢 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 我在成都的宽载箱子里面看到过的 这个了 酸马石 有没有异举同工之妙呢 既然这个是酸马的 那么那个就是酸飞机的了 就像这样一样 尽管航母上的飞机 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 但海军有的时候却并不喜欢这么做 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 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 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 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 通常情况下 至少每家飞机上呢 得要绑上留到12条才行 要是遇到恶劣天际的话 就得绑上更多了 实际上 不光飞机 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 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 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叫做PadEye的东西呢 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 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 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 够密够平 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 好了 我们再说第二个 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 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 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 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 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 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 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感不同啊 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 是又复杂又废料的 具体区别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啊 先看现在的弹射感式啊 基本上两步就可以了 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 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 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阻碍杆 它的作用是 用恰到好处的力量 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 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 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能够停在原地 就这么简单 好 再来看看缰绳式又是怎么做的 它呢 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 它的两端分别挂在飞机翼两翼下方的钩子上 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 接着滑块稍稍前移 把缰绳给拉直了 当然后面呢 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 其到的作用呢 跟现代的阻碍感一样 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 把飞机拉在原地 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 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 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 通常至少是五个人 三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 两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 即便是这样 每一次的弹射呢 都犹如拆盲盒 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 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 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 飞机升空了 而缰绳就只剩下了两种命运 一种呢 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 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 在没有退役之前呢 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 就一直是这么做的 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啊 法国人的航母不多 甩的也不多 咬咬牙 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 但美国人受不了啊 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二种命运 回收再利用 当然代价式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 在缆绳的挂钩下呢 再挂上两条捕获绳 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 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 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 会被捕获绳猛的拽住 巨大的惯性呢 把它拍在甲板上 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 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 很危险啊 诶怎么办呢 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 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 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 单独往下翻呗 这就有了这块 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 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 预留了更多的空间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 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 不瞒你讲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 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 但就是很纳闷啊 它不该往上翘 怎么还往下倾斜呢 所以啊 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 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 表示咱就是占有了 当然随着时间退移 现在这个东西 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 买回来的圣保罗号 克莱蒙索级航母上面看到了 美国自己的 已经随着最后一艘 装着它的企业号 在2012年退役 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 好了 于是今天的内容 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弄成一艘航母啊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拿沉睡在墨西哥湾海下 64米处的美国海军 奥里斯卡尼号航母来说 它先是在1953年 刚刚服役布满三年的时候 就被从一架迫降中的 FCU海盗船上掉落的 通用炸弹给炸开了甲板 虽然三人不幸于难 不过他连皮都没怎么伤到 接着只过了短短12年 一名海员一不小心点燃了 一枚存放在一号机库附近的 美制降落伞信号弹 慌乱之中 他居然没有把它扔到海里面 而是扔进了 存满照明弹的武器库当中 结果所有的照明弹都被点燃了 造成了自二战之后 最为严重的航母火灾 虽然44人不幸遇难 但航母本身 也就是伤筋动骨了一下 一百来天以后 修复完成 它又满血复活 继续复役了10年 直到2004年 海军决定 把它变成美国的 第一个人工军舰礁石 于是在专业的爆火小组 将230公斤的C4炸药 仔细的安装到 22处关键位置 被引爆后 它终于沉了下去 整个过程用时 37分钟 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母胶 舰载机会将做航母吗 会的 如果你拥有太多航母的话 美国海军的传统规定 当飞行员错误的 将自己降落在了 一艘错误的航母上时 该舰的机组成员 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持低调 以免让这位初心的飞行员感到尴尬 然而规定算什么 降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你都上了我的船 那还不得一切由我说了算 所以通常航母上的随手们 是不会让这架跑错的飞机 空着手回去的 是空着身着 他们会在它的机身上 涂满各种恶搞的话 比如这架原本属于 三湖海号航母 却误降在了 湖峰号航母 甲板上的FRH女妖战斗机 就被划去了 Navy的字样涂上了 你怕不是属于空军吧 既把飞行员羞辱了 还顺便黑了一下空军 这架武将在 约克正号航母上的 黑豹战斗机也很惨 被涂满了战斗女士着陆 笨蛋 陆罩等字眼 这位倒霉的飞行员的表情里面 真是万马奔腾 甚至他们就连 盟友的飞机也不放过 把人家的皇家海军 涂成了殖民地海军 一不小心 把老底给人家戒了 SpaceX在放了很多次烟花后 终于成功地掌握了 精确回收火箭的技能 每次再看到 那个有15层楼高的吸管子 垂直降落在圆形的靶心时 都有一种十分魔幻的感觉 这也让我非常好奇 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结论 总结起来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另一个就是要开上设计精良的火箭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 从菜鸟熬成老司机 你需要多久呢 Elon Musk交出来的答卷是4年半 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枚叫做炸猛的火箭实验器 从2012年下半年起到2013年的秋天 这款大致模拟猎鹰9号第一机尺寸 装着梅林EC发动机和固定支撑脚的火箭 一共发射了8次 从滞空3秒增加到滞空79秒 从此勉强升到特朗普头顶 一路延伸到744米的高度 这就算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 到了第二阶段SpaceX就开始把炸猛 改的几乎跟真正的009号差不多了 用新一代的发动机装上可收放的支撑脚 顶部也加上了控制姿态的隔三 从2014年4月到8月 这个被称之为F9R-D1V1的火箭 一共飞了5次 最高飞到过1000米 并且几乎都成功了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 在第5次试验的时候 意外放了一次烟花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炸出来的也是经验 试验火箭正好没了 那咱就拿真火箭来飞呗 于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试验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用真正的火箭 利用每次实际的发射任务来进行测试 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 你学车之后终于要上路了 之前在机器上模拟驾驶的再好 在家校场子里圈圈绕得再顺 一上大路都不一定零 SpaceX也是这样 从2015年年初 一路炸到了2016年的春天 才最终让自己的烈鹰9号 稳稳地立在了海面回收平台上 终于算是把经验值都攒够了 于是接下来的路就顺利多了 2017年火箭回收成为常态 2018年除了回收成功率 保持在百分之百外 着陆精度更是提高到了10米以内 要知道这项指标 在5年前可是10公里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SpaceX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回收火箭的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惊艳 第二个原因 让我们看看烈鹰9号身上 到底装备了那些黑科技 才能让它从大气层边缘 精确地返回到着陆点呢 这里主要有6个 第一个就是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 所谓推力矢量 就是指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的方向 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是个军迷的话 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了 在如今的战斗机上 它都快成标配了 推力矢量能够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能 对于像烈鹰9号这样 需要华丽转身 有着高机动性要求的火箭来说 这个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就是位于火箭第一机 顶部的八台冷气推进器了 它们靠喷出氮气产生的反重用力 来调整火箭的姿态 尤其是在第一机和第二机 刚刚分离时 转身掉头就靠它了 至于谁还能把它玩出新高度 那就得要数瓦力了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主引擎了 当烈鹰9号到达分离高度后 第二机火箭点火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 而第一机火箭的发动机呢 则熄火 接着通过冷气推进器 将姿态调整为底部朝下 开始不再爬升 而是落向地面 重新进入大气层 此时为了减速进入大气层 以减少摩擦对火箭表面的二次损伤 九台梅林发动机中的 其中三台又会重新点燃 推着火箭好让它迈点下落 之后会暂时关闭 接着又在接近地面时 再次开启进一步的减速 直到最后把火箭温柔的放到回收平台上 第四个 就是装备在烈鹰9号上的 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了 惯性导航系统会使用多种传感器 来测量火箭的位置 飞行方向和速度等信息 而全球导航系统则会不断地 收集火箭的地理定位信息 这些信息都会实时传到火箭的电脑里面 并跟预设的飞行路径进行比对 如果有任何的偏差 电脑就会及时地对火箭的方向和速度 做出调整 用什么来调整呢 刚才说到的可以随意开关的引擎是一方面 推力时量是另一方面 还有被瓦力玩得很溜的氮气推进器也是 还有吗 有的 正好是我们要说的第五个 就是同样位于顶部的隔山旗了 还记得吗 这在SpaceX的第二阶段可回缩火箭实验中 就已经用上了 事实证明非常的有效 四个活动灵活的太子隔山旗 可以在火箭重回大气层之后 有效地利用空气动力学 来精确地控制这根管子的降落姿态 为10米精度提供了最佳的保障 那么第六个就是可以展开的支撑角 不要小看它 因为临门一角决定了胜负的关键 它们使用碳纤维和铝制成的 展开之后跨度达到了18米 并配有特别的缓震器 来减少硬着陆时的冲击力 整个系统加起来才不到2100公斤 真的是又轻又结实 还又好看 不得不说 Elon Musk有的时候 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 一次次的把我们的想象力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在未来惊喜不断 我是火箭书 关注让你爱上科学 待会儿 待会儿 待会儿